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可能是最近几年参赛人数最多 分布城市最广的运动 那就是马拉松 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位马拉松达人 他对马拉松的热爱程度都到了着魔的地步了 可能任何人听了都会觉得不可思议 先来介绍一下 他叫唐光丽 家住天井 很多人可能也注意到了 这天才刚凌晨四点 唐光丽就准备开跑了 而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已经是他连续28天的第28场马拉松了 老唐是从天津家里头出发的 在之前的28天里 他已经沿着国道跑了河北和山西 一直跑到了陕西的魏南 每天他都跑了一个全程马拉松的距离 而这还不是他的终点呢 连续跑了28天的马拉松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为什么呢 介绍一下 全程马拉松的距离是42点几公里 在具体点说 按照400米一圈的标准跑道 需要跑一百多圈不带停的 这一般的年轻人也不是说跑就能跑下来的呀 而老唐呢 将近60岁了 您说他这样 他竟然还能跑28天 跑了1100多公里 而他的目标那就更让人震惊了 这几年 我把咱们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已经都跑遍了 唯独就是西藏还是一个空白 所以说我就产生了准备要从天津跑步到西藏 在我60岁生日那天 在7月17号中午12点准时冲进布达拉宫广场 给我自己的这个六十花甲生日 我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这人敢于啊 我敢于做梦 我还敢于圆梦 这个是我的幸福 您没听错 就在自个儿60岁生日的四个月前 老唐做出了这个惊人的决定 他要从天津连续跑120场马拉松 最后到拉萨为自个儿庆祝生日 这生日礼物还真的是特别 不过一听老唐这个念头 他的很多跑友们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提到第一个是那种环境 越跑越高 氧气越来越不足 是吧 咱们想都不敢想 跑到西藏 但是人生地不属 还高远 唐老师说 我必须得跑西藏 我们开始都不支持 我们都是劝他 这个东西可以想 但是不好去做 万一咱们都想万一有点事咋办 在那种环境下 是吧 是啊 从天津到西藏5000多公里的路途 多半是高山峡谷和这个缺少氧气的高原 以前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尝试过这样的挑战 听得出来老唐非常有信心 而熟悉老唐的朋友们虽然也很担心 但是他们都说 要是谁真能连续跑120场马拉松去西藏 那这人一定就是老唐 这老唐在跑友圈里头 那可是非常有名的马拉松达人 七年的时间里 他已经参加了123场马拉松比赛 每到一个地方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 老唐就会在家里的地图上贴上一面小旗 不知不觉之中 这面地图都快被他贴满了 而家里的另外一面墙上则挂满了他比赛当中获得的奖牌 这些奖牌 每天我看着它高兴之 心里这种成就感 荣誉感 我心里特别满足 另外我这大多还都是背靠背 因为我的强项就是强度背靠背跑 有些人背靠背他受不了 今天跑一场 连夜坐车 第二天下了车又接着比赛 我可以连续一周 白天比赛是夜间坐车 下了车还是白天跑 完了再坐车 连续一周 我可以这样 最关键的是老唐每次的成绩还都能跑到三个小时三十分钟以内的专业成绩 这个330是一个每个夜一跑车的一种追求有梦想 这个一到330那倒是属于一个海阔天空了 330一过 这一般倒是夜一跑车那倒是属于强者了 跑车多年我也没进过330 我这还比他年轻 将近十岁呢 在我的醒目中 唐老师都是个神 都是我们的棒样 据老唐的朋友说呢 老唐是个跑步奇才 也是个跑步怪才 怎么呢 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啊 老唐几乎每天凌晨4点 就会到这个天津汉枯体育场来跑步 几乎每天都要跑一上午或者一下午 风雨无阻 它不管是什么天气 刮风 下雨 下雪 朝常 每天都照常这样跑 是吧 这个一般人比不了 反正在我们的球里 咱别人不敢说 在汉武区这个球里 没有 他每天跑的都比我们多 我们就是每天嘛 就是跑十五六公里吧 他得跑群城 他就是每天一个群城就可以说 我一天都是52公里的大运动量训练 一个月是1500公里 在全国排第一 我得越跑量 我这个周跑量就比他们越跑量多 这样年复一年 日复一日的都坚持下来了 脚也不疼 男也不受伤 这怪不怪 难怪说起老唐跑友们都一个个敬佩不已 而下定决心跑步去西藏之后 老唐呢更是不敢松懈 一跑起来根本就停不下来 进府以后 从下午一点开始一直到四点半 这个时间段我强度的去的 人们都在树荫里 山山的还显热 老唐就在顶着烈日炎炎 四个小时的强度52公里 冬天冰雪 人们还都在被窝里呢 我52公里就跑回来了 他那还没起床呢 春夏秋冬失望 我还来老唐把自己练的钢筋铁路 抗熟抗寒抗家抗铁大 我具备了这种亮剑的勇气和精神 但是老唐还得啊 你扎扎实说还得有亮剑的实力 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 老唐自信的踏上了从天井去西藏的极限马拉松 而靠着頑强的意志和这么多年的训练 老唐也算是不负重望 那的确 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连续28天跑了28场马拉松 老唐是马拉松 站上到的28层马拉松的路线 马拉松你有太高了 现在都保存体能 保存体力参加大力这场散 把整个的 就是后天 周日 把体重留在那个山上 过来照照一下 您瞧瞧 刚跑完四十多公里的马拉松 老唐大气不喘 还要搞个一字马拍照 看起来对于这场极限马拉松 老唐是很轻松 可接下来还会如此吗 这还真不好说 要知道这一百二十场马拉松 是连续不断的 越到后边越艰难 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 在保证每日一趟马拉松 敢进度的这个同时 老唐还决定去赶趟 参加一下魏南市附近的 大力县举办的国际马拉松比赛 那么这次的比赛 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对于这次比赛呢 老唐后来的心情很是复杂 一开始的时候 老唐是非常有信心的 向全国的朋友 我要展示老唐已经连续跑了二十九 第三天仍能好 以良好的状态 保满的精神状态 在三场上 好友哭上去 让咱们看看 老唐仍然是刺货青天恶味餐 仍然还有饱满的这种精神状态 在三场上比他们还能成长进击 一路上老唐的步伐非常专业 毫无疑问 这次马拉松他也顺利坚持下来了 我说成绩最后一多是 成绩最后成绩是三角是四十秒 没啊 三三九啊 三三九 没几十秒 还有九十啥啊 后面还有九十啥啊 明天会学 还得学习是吧 对啊 多三年级的 六十 六十 六十了 就我这个年龄段来说 连续跑了二十九天 第三天仍然跑三三九啊 这是应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数字 我自己我感到 我我我已经啊 很很知足了 很显然老唐对自个儿的成绩嘛 仅仅是知足 但并不满意 那么这个成绩到底算什么水平呢 呃 这么说吧 一般人呢 只要能够跑完全程马拉松 就非常不错了 而在四到五个小时之内跑完 就算是业余组的中等水平了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在充分准备和休息的情况下 来比赛的 而老唐呢 已经连续跑了二十九场马拉松 就这样 他还能在三小时四十分之内完成整个赛程 这绝对值得称赞 不过呢 比赛完的第二天 老唐对于这次的比赛却有些后悔了 他发现真正的难题来了 第三十一天 老唐来到了陕西护县境内 这恐怕是他这次马拉松之旅的最后一次 在平原上跑步了 因为关中平原延伸到这儿 地势突然就拔地而起了 形成了中国地理和气候的南北分界线 秦岭山脉 地面的海拔高度也一下子从四百多米迅速上升到了两千多米 它就像是一道屏障一样 横梗在西安与汉中之间 那么面对越来越艰难的环境 老唐还能坚持跑下去吗 他真的能坚持跑到西藏去啊 欢迎回到传奇故事 我们的节目呢 现在正在手机江西台上同步播出 您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客户端 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收看我们的节目了 刚才我们说的59岁的老唐是个马拉松达人 在六十大寿之前 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要从天津连续跑120场马拉松到西藏 为自个儿庆生 而且他也已经坚持了一个月了 从天津跑了1100多公里 赶到了陕西护县境内 接下来真正的难题就要来了 他将跑上海拔越来越高的秦岭 他还能坚持吗 说实话 对于这个挑战 老唐的朋友们是非常担心 因为之前谁都没有尝试过 这个危险性到底有多高 谁都说不准 而老唐的家里人呢 心情就更复杂了 一方面老唐能有自个儿的梦想 这也当然是好事 可是另外一方面 一位将近六十的老人 跑着极限马拉松去西藏 这样等危险的事情 他们这心里都实在是不放心 特别是老唐的女儿晶晶 他之前也查过 在这之前只有极限马拉松运动员曾经连续跑了一百天 跑过一百个马拉松 从广州跑到北京 而单单从年纪上来说 他可就比老唐年轻二十多岁呀 陈门斌一百天跑了一百个马拉松 人家没有高原 人家跑的全部都是平原 人家一路上的后勤保障 每天都有按摩师 而且还有他的营养配餐吃 然后我说你什么也没有 你去干什么也没有 真要我说为了一个梦想 把你自己命打那儿 最后我说不也是 我说做儿女的心里难受吗 谁能替你难过 我走之前呢 我把遗书都写好了 我走之前我把遗书都写好了 基本上因为西藏路上 这一路上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有多少的未知啊 都会突发起来的各种情况 都准备给这包一背 都准备上路 很显然老唐不管那么多了 哪怕自个儿一个人背着包 他都要跑步跑到西藏去 我的背包里都准备 把那个水袋跟帐篷都带着 带两件换鞋 衣服带两件换鞋 往里头带哪儿 我就拿这个安宁炸弹 路边有旅店都住 没有旅店 赶到哪儿是哪儿 我都自己打仗 因为我这人胆子也大 我什么我不怕 我都自己睡野地 我照样啊没事 做什么大事 反正这个梦想 我是一定要实现 有没有赞助 我也想到 我这人都这么定 我就想我做这个梦啊 我这个梦想 我已经啊都说出去了 我就必须要得把它圆 只要他想就这样做了 你就一万头牛 加一百个人 一千个人拉着他 他也 他只要他能往前面爬 他也会往前爬 他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静静知道 无论谁都劝不住他这位老爹 特别是在马拉松这件事情上 不管精神上还是物质上 一切困难都不是问题 大家可能不知道 老唐退休工资并不是很高 但是为了跑马拉松 他真的是倾尽所有 甚至为了省钱 他每次出门都一定得坐那火车硬座 我的车票 没有一张是卧铺 没有一张是高铁 全是硬座 不管多远的路途 去贵州溜盘水 坐了五十个小时都是硬座 几天几夜都是那个 累了的话 就在那硬座底下 裹一层那个 那细 好像就是那种 特别薄的那种 就是不偷缝那种细致 好像是吧 裹身上他就睡觉 把鞋脱了之后 两根鞋并在一起 然后当枕头 然后把自己鼓裹里边 好像有点蹭的那个 他那个买的硬座 坐到底下去 他一直那样 自己背着睡袋 带着锅碗瓢盆 带着锤具 锤具造具 到那以后 自己做饭 静静有时候垫了蜊 他当上就弄点红面 要不就是那个虾皮 也没吃虾能补钙 我具体不太懂 但是对他身体有好处的 就来点虾皮 从来不苦涨浪费 睡醒了起来以后 就正好下车 到那以后 到山上 马上就直接去散赛 然后一个星期 参加两场比赛 三场比赛 就这样 就把所有的工资 就连我赚的钱 甚至有的时候 我看我爸那样 都特别 我特别心疼 我自己赚的钱 我都恨我 都给我爸 然后我爸 他不去瞎花这个钱 然后他用这个钱 去报名去比赛 坐几天几夜的车 只为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 在别人看来 这实在是苦不堪言 可是老唐呢 却还是乐此不疲 甚至每年的除夕夜 他都是跑步当中 迎接新年的 零点钟声敲完了 我换上装备以后 换上跑鞋 直接就奔那个体育场 到了操场上 一直跑到天亮 连续的 就我自己 连续跑了158圈 到天亮初一 人们起来放便宝 人都起来 只吃饺子 我这正好 我也跑完了回来 每天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除夕夜我都跑 而在老唐家里头呢 也永远弥漫着 满满的马拉松风格 从这儿开始 都是这个体育 这都是体育 这都是各个赛事 各个赛场的 不同城市 不同赛事的这个装备 衣柜里全都是 马拉松的运动服 鞋架上摆的 也都是运动鞋 就连平时说话 除了跑步 就是跑步 你跟他说 家庭这一块的事 他全部都不会理你的 不管你说什么 他也不会大眼 他一天就晚 只要你跟他提跑步的事 谁谁跑步呢 他可有精神 跟你聊的聊半久 他也不会 但是你要是跟他说 哪个家常什么的 贵贱都不言声 这件衣服有故事 这件衣服就是那个照片 你看那个照片 那是几几年的 那是11年 是12年 是我训练最 刻苦的那年 把我自己晒的 就那张照片 晒的回去以后 晒的整个 就跟非洲人一样 比我冲进太原 终点体育场 冲进去以后 好些国众 这个肯尼亚人 说中文 那个中文说多好 你晒的跟那肯尼亚 那么非洲人 一样一样 晒的那年底下 我训练都是在下午 一点到五点 就这个时间段 最热最热的 那时间段 在那三个里头 说起马拉松 老唐不自觉的 就激动起来了 而晶晶呢 老爸对马拉松的热爱 让他实在是有些 酷笑不得 什么也不管 他就知道马拉松 马拉松 然后连个地都不扫 也不擦 屋里断成什么样 都得等我来归指他从来不干 他每天只负责跑步 早晨起来去锻炼跑步 你知道他用好多国家的旗子 给自己做了一个羽绒服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爸别忘了穿这个 多难看 我说满上下都国旗 是吧 我说多不好看 虽然女儿一再嫌弃 但是说起这件衣服 老唐那是非常兴奋 我就想有着 一直在我有成之间 要是跑遍全世界 那是我的最大的愿望 所以说我就 我就收集了这么多的 国家的国旗 有标志性的 我做了这么件衣裳 我出去比赛就穿着 这件看似戏剧的衣服 承载着老唐跑遍世界的梦想 那不过眼下老唐没想那么多 他现在目标就只有一个 在7月17号准时跑到西藏 幸运的是 在得知此事之后 天津一家马拉松体育俱乐部 提供了车辆和路费 所以老唐呢 跟着这辆车一块上路了 女儿女婿呢 不放心 也跟着老唐一起上路了 前方550米 红绿灯路口执行 在从天津出发的第31天之前 一切都很顺利 可是从第32天开始 这难题就来了 这天呢 老唐要正式进入秦岭 开始爬山了 可是他的身体呢 却出现了一些状况 每个月29天 总是这个平均这个快速六分半 六分的快速 大力那天突然四分半的快速 整个这个肌肉乳酸堆积 老唐说前天的马拉松比赛速度比较快 导致他腿部肌肉出现了酸痛 只能是跑一段走一段 那这样的状况 老唐还能够顺利的跑完 海拔越来越高的秦岭吗 他刚才跟我说说腿都是因为没拍酸 所以刚才我说说大腿急了我有点累 他不是躺 他是那个酸 就是酸 就是使不上劲 就是酸 说应该要早日炸 大力就不放回去 我说没人听我的 你们都不听我的 说应该不放回去 我说没说 跑完以后别折腾了 就在大力 然后晚上休息 大的意思是说大力一场比赛 他不应该参加 因为不放心父亲 晶晶就准备下车陪父亲跑一跑 可是他这一跑 老唐是既欣慰又烦恼 不管怎样 之前一直不喜欢运动 也不赞成父亲这场极限马拉松的晶晶 终于也开始了自个儿的运动生活 那么第一次接触跑步的他会有什么变化呢 他的变化 又会给他和父亲之间的关系 带来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老唐最后又能不能够在7月17号中午 准时赶到西藏 为自个儿庆祝生日呢 那好 明年这个时候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件事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各位伙伴们 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如果您还想收看到更多精彩内容 那就请到各位应用市场去下载手机将一台客户端 好 各位观众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